陈正军 你玛雅族的眼皮太浅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为人族大能 岂能投降 今日就让你们看看 我人族修仙者 何以纵横宇宙 横压万界 怎么可能 它明明未成真实 怎么能迈进太空中 肉身狠度宇宙 乃是真身标志 没想到这颗星辰 摔落了千百年 竟然还有真神存在 他是谁 根据诺克星号传来的消息 他应该是地球人族的最强者 陈北玄 这个地球人 难道要以一己之力 抗衡我们整个舰队 管他是谁 直接碾压 粉碎地球人最后的希望 人类 投降 或者死 真无法剑 海炮 真无法月 万敌莫千 青帝长生铁 就算是真神 也不可能挡住我 玛雅族枕支舰队的攻击 真无神拳 一拳篮千炮 这怎么可能 接下来 开我了 去 开启全部火力 灭掉它 精神锁定 火控雷达开启 开火 继续 神法主炮 陈北玄死定了 什么 这是 空棚 邪霸 就让你们瞧瞧 真正站在宇宙顶端的烈石车 有多恐怖 全力开火 拦住它 蠢 不好 去 你们逃不掉它 开死 这是个什么怪物 开炮 绝不能饶过它 请省力 连剑 投机一般 小心 这不可能 昊尘可替真神的战宝 竟然被摧毁了 下辈子记得 别触犯我人族 现在 还差最后一个 你好称是神者 不知道 有几分能难 人类 人类 该死 人类 受死吧 大换动数 陈北玄 就让你解释一下 我玛雅族的最高科技 神正大 太坦 吹死 挣扎罢了 这一战 损失有点惨重 不过 彻底 彻底 产出了地球的危险 值得 太坦的残骸 还可以帮助地球 迅速提高科技水平 我问你 地球为何一变 你们的目的 以及地球核心 那件异宝 到底是什么 你永远别想知道 神圆刀 可以斩一切灵魂 这 这是斩神之术 陈北玄 你到底是谁 这一切 你去地狱问吧 本来以为 从爱德林那里 可以得到有用的信息 可惜 爱德林不是 玛雅族最高层 知道的消息不多 只知道 玛雅族也有神灵 那这尊神灵 得多强大 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 该回地球了 是陈振军回来了 公公陈振军 老公小白 性不辱命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没给我们陈家丢人 那是 天哪 昆虚见来人了 昆虚见来人了 快联系陈振军 这里 就是世俗界嘛 除了灵气稍低外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昆虚虽然灵气充沛 但要说繁华 还是世俗界更胜一筹 搞这么大阵场 是要给我个下马威 拜见真君 我等拜见真君 你们浩浩荡荡过了 可把好些人吓到了 就应该震慑世俗界 让这些大国知道 真君不仅仅是我昆虚之主 更是地球之主 陈真君风采依旧 恭喜道友 终于脱离云天宫 能够独自游历天地间 只是暂时的 想要彻底独立出来 可能还需要百年时间 道友来得真巧 我正好有不少事情 想要询问道友 哦 关于天路吗 正是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 画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心上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计时 那就只能 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灵 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别说 这一点何时才能为您抱着的话 流浪孤儿竟能手刀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